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到比較長大的時候就會埋怨 他說 平常要去哪裡玩 我懂得只是開車嘛 就是看大的景點知道 其他就不知道 他說 別人的爸爸哪會帶他們去 怎麼好好的玩呢 我們爸爸怎麼那麼差勁就是 也是會埋怨 也是會埋怨 他真的到現在都是一樣 放假了不想要往哪裡走 各位好 歡迎來到大愛會客室 為您推薦好戲《情千萬里》 今天邀請到本尊夫妻來節目當中 和我們聊一聊 跟孩子之間的教養問題 首先來歡迎的是翁珍珍師姐 主持人好 全球大愛的觀眾大家好 歡迎周總田師兄 主持人好 全球大愛觀眾好 我們會常常有一些 新好男人當爸爸的都會說 孩子的成長只有一次 可是我知道說 在師兄年輕的那個時候 我們台灣的經濟 跟對外的一些貿易正在起飛的時候 真的是會忙碌到 比較少有時間待在家裡頭 對不對 對 是 因為這個大概差不多有二十年的時間 主要就是因為當初民國六四年 我們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 對 之後呢就是你要到國外去 簽證非常難 所以一定要利用我們冒險的團隊精神 對 那麼比方說找航空公司當sponsor 或者是由我們主要單位去設法 才能夠成行 是 那個時候就是真是分秒必勝的 因為台灣的這個經濟就是非常 那個時候是奔波發展 只要在農村裡面看到有物質的 你們都有工廠 是這樣的狀況 是 所以那個也就是說 你既然已經走這條路了 就必須要去達成任務 所以啊 相對的 留在家裡的時間少 跟孩子的相處就少 尤其你們三個都是男生的狀況 他們會跟你表達說 爸爸你都不常陪我們嗎 小的時候呢 他們會要去 因為我到國外去 那個時候 小孩子都會喜歡有些禮物啊 對 所以我到國外去呢 就是第一個考慮到的小孩子的禮物 爸爸媽媽悅母的禮物 比方我師姐的禮物 雖然不是很很大 但是總是都一定會有的 小時候孩子們呢 他會喜歡那些禮物 到比較長大的時候呢 就會埋怨 他說 平常要去哪裡玩呢 我懂得只是開車嘛 就是看大的景點知道 其他就不知道 他說 別人的爸爸哪會帶他們去 怎麼好好的玩呢 我們爸爸怎麼那麼差勁就是 也是會埋怨的 也是會埋怨的 他真的到現在都是一樣 真的 放假了不曉得要往哪裡走 然後連帶了我那個老二 現在也是這樣子 放假了不曉得要往哪裡走 導致我媳婦比較 他會 至少說哪裡也可以有好玩 這樣 不過我想我們也知道 身為爸爸的人 如果聽到孩子 有這樣的心聲的時候 這種心願的時候 也會盡力去達成 對不對 是 那你 我覺得孩子 男生啊 通常都做爸爸的 會希望孩子也要 這個眼光要放得 你當 大概什麼時候 會開始跟他們分享 你做生意方面的想法 讓他們懂得 其實你不常常在家的原因 那個倒沒有 那個就是說 我會把這個 因為我是 跑過很多個國家的 那 我會把這個 國外的情形 跟他們分享 這樣子 比較沒有說 這個 怎麼樣安排 跟他們有時候做其他的 什麼 互動什麼的 比較少 比較少 所以說大部分就是 真正師姐一個人 要去張羅孩子的 成長的一些問題 我記得我們在小的時候 大概都會難免啦 會學一些才藝 現在的爸爸媽媽 更是會為孩子 安排很多 您對於孩子 在學習 課外的 您是怎麼樣去發覺 可以協助他們 往哪一條路走 像那個老二 醬如 我就發覺 他的音感很好 所以 鋼琴這方面 就 很自然的 讓他去發展 就跟老師學這樣 那凱文比較坐不住 他比較好動 那就自以無發展 他什麼打籃球 他到現在還是打籃球 是當著他很重要的一個 再忙 他禮拜二一定打球 生活的休閒 對不對 對 所以從小 當他們開始有接觸到這一些 屬於課外的 這一些活動的時候 他們在本分的成績上面 珍珍師姐會怎麼樣 來告訴他們要平衡嗎 其實在我們那個年代 我對於孩子的 教育方面的這個 付出的關心是比較少 因為 每天你煩雜的事情 一大堆啦 我只要他們說 你按時下課回來 就是吃飽飯以後 你趕快去做功課 功課做完了 洗澡睡覺 我覺得說這樣就好了 所以好像他們沒有很多的 興趣方面的那種培養 都是他們自己偷偷的自己 去培養自己的興趣 因為我實在沒有時間 去管這麼多啦 所以我曾經也跟他們講過說 其實你們的童年媽媽 虧欠你們很多 因為我沒有能力帶你們 到哪裡去玩 帶一次的兒童樂園 我就嚇死了 為什麼 因為我做那個摩天輪 那個摩天輪轉到最頂端的時候 要下來的時候 不曉得是我自己心臟不好 還是怎麼樣 覺得整個人這樣沉下來 好像都要掉下來 我就摟著兩個孩子 那時候念頭說 萬一掉下來了 那我怎麼樣對我夫家交代 還是出了問題的話 我真的嚇死了那一次 所以帶他們出去玩 兩個人了不起就是兒童樂園 然後就玩 以後就玩那些比較簡單的 危險性不高的 或者是他們去游泳 什麼這樣的 後來他就告訴我 他說我們都自己去玩 你叫我們不能玩 那時候 台視後面那裡有鐵路 那很危險對不對 我們常常會警告他們 他說你都不知道 我們常常騎腳踏車 從這裡騎到哪裡 騎到阿嬤家去 怎麼樣 把他們的快樂 到那時候才講出來 那都是已經過去了 我想後來師兄 您是一個做事都非常謹慎 也比較周全圓滿的一個人 是不是後來在這個部分 有曾經聽師姐談到過 你有給孩子什麼樣的協助嗎 有啦就是說 最主要孩子你觀察之後 你要跟他溝通 要你把重要的方向 要告訴他 讓他慢慢 而且不只講一次 有機會就要講 對 對 所以 而且比方 有哪一些 習氣不好的習氣 你已經發覺 他有一些不好的習氣了 你就跟他講 也是不斷地講 通常這個 至少要講個幾十次 甚至於論百次的 他才會把這個習氣把它改掉的 是 所以 確實對孩子要用心 要用心 這個如果不用心的話 孩子會走他自己的路 對 有時候你就會很遺憾 其實我想總田師兄分享這一段 就是說 其實做父母親的 要看到孩子的一個問題的時候 要做引導 而且要很有耐心 不過呢 這個總田師兄的一個想法 應該是對孩子會有很好的一個幫助 感恩兩位今天分享 感恩 感恩 感恩您收看 今天大家會客室 我們明天見 我們會下次見 人家 好 拍子 拍子 不成功 拍子